2024年度泰鲁阁足语夏令营活动为期三天 在新城乡北浦村举行 活动安排编制介绍、制作香草饭、煮筒饭 从文化体验当中说足语 那么三天的丰富精彩课程 让泰鲁阁足的学童们从体验学习中 开始说出自己的母语 台湾泰鲁阁足语言发展学会理事长 九州哈洛克表示从113年7月15号、16号、17号 为期三天的2024年 泰鲁阁足语夏令营活动 在新城乡北浦村基督教介绍总会办理 主要是以文化体验的方式 让儿童们从中说目于传承语言的文化 所以,将人里承语言后提醒他们这些 父亲说他有很多想法 但是这些特别是有一种 他不建设计做出错误的物理 他们就不建设计武器 所以,在看表面的其中一部 这些人经营就可以做出错误的物理 但是,我想之后,在设计中ắn 这些人的促语指上 所没有保证的物理 是基于ado借治viewer红化体验的物理 所以,先说的是本国也设计 如果,我们选择病一代设计 原住民族语言发展法通过之后 然后国家语言发展法紧跟着通过了 那我们在族语的预算上面越来越多了 那现在其实会内非常的重视各个语推组织 他们目前推动的情形 那因为已经办理行之有年了嘛 那所以今天也很感动代表主委 跟代表教人处的长官来看到他们 就是今天的一个小小的成果发表 其实他们的古谣传唱 已经达到了中高级的难度了 它里面的一些自根跟自词的水准的 那个拼音的结构 其实对于小朋友未来的注意学习 跟他的职业发展 如果他有兴趣去走主义相关的职业 或者他想要成为主义老师 主义教导员之类的话 这一定有帮助的 基督哈喽课表示 学会坚信语言复证 是会员们最重要的目标 和组织存在的价值 因此在各项计划项目的拟定 策略规划以及工作执行 都需要在语言复证的总体目标上 而这次让学童们了解编织文化意涵 制作香蕉饭 体验太魯格族的生活文化 精彩丰富的课程 以达到文化纯层语言振兴的目的 记者金鸿一 新闻消负导